民眾黨總統候選柯文哲 近日被爆出違法使用農地 當成停車場收租 民進黨發言人卓冠廷 戴維山 張志豪就召開記者會痛批 再提醒國民黨總統候選侯友宜 在陽明山上的學生宿舍 質疑侯科兩人都有逃漏稅的嫌疑 也呼籲他們應該出示租約 以及相關的證明給大眾交代 民進黨發言人卓冠廷 戴維山 以及張志豪鎖定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以及民眾黨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的土地爭議 質疑侯友宜 陽明山上的百戶學生宿舍 利用空殼公司企圖逃漏稅 幼玉公司就是侯家 完完全全屬於他們家的公司 除了負責人以外 沒有其他的員工 沒有任何勞健保的記錄 基本上就是一個空殼公司 完全是拿來做逃稅的使用 以個人申報或公司申報的差距 就高達了244萬元 不僅疑點重重 戴維山認為侯友宜和財團兼有 對價關係 侯友宜與新秀公司的前董事長 林坤正關係匪淺 他們的侯友宜厚道讓他可以出借 1500萬元給林坤正 其中是不是有假借貸 但是征付政治獻金這樣的狀況呢 另一頭柯文哲將農業用地作為停車場收租 東窗事發後說要捐出兩年租金 但這難道不是違法收益 柯文哲又在玩文字遊戲 這個農地變成違法停車場 15年的時間 他想繞過的是不法所得 所以他一直強調叫租金 但沒有告訴大家是停車場的收入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決定將萬里老家交付公益信託捐出去 張次豪呼籲柯文哲侯友宜趕快給出交代 請你們直接面對國人出示租約跟稅單 而且我們也嚴重的質疑 你們兩個人是不是逃漏稅 而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放話賴清德 如果捐出老家就要辭去中廣動作 卓冠亭再回籍 現在問題是你囉賴清德已經要捐出來做公益信託了 趙少康你的狀況董事還不要吃 面對類似問題解法大不同 但想要讓選民都幸福也考驗三位候選人 記者中報導 旁邊十分辛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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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